是呀 家瑜 星期二 你約五點半至六點 你記住帶你之前買了的那些單 你是跟誰是Agent的 你帶回那些單 譬如你是哪個位 當然 看看他怎樣處理 他一定跟你說 喂 香港的骨灰鎮 一個單人的二十多三十萬 或者最便宜的那些十多萬 十多萬美 當時八萬八 九萬八 帶你去看實地的環境 那麼漂亮 比香港的好看 不過我也要看看他怎樣幫他處理 或者找有沒有買家等等 最重要是帶那些單 還有到時禮貌一點 我怕被他罵你 記住 禮貌一點 帶那些單 他要帶齊的 因為如果你不帶齊 要幫你轉手 買賣就做不到 或者不是做不到 難做一點 帶那些單 相信你會保持住 你不會不保持住 記住 帶那些單 還有到時 儘量不要那麼高 不要刺激到他的啤梨 好 就這樣吧 拜拜 這位握錢的嘉儀 你可以WhatsApp66982429找啤梨 如果你說你每晚都要購買錢 你問問網友 我們現在算不算購買錢呢 很簡單 你可以找啤梨 如果你有賣過 光顧過 可以拿你的單據過來 叫啤梨就幫他處理 給你一年之後 如果一年之後他沒有上升 你喜歡的可以賣給他 放回他給他 他帶你去看完之後 你才決定買不買 所以這位嘉儀 如果你覺得曾經說 別人騙你的錢就可以 WhatsApp66982429 甚至如果讓你不想理你 他不回收 那時候一年之後 一年之後你有沒有提出 我可以幫你 他出頭 但首先你要上去WhatsApp WhatsApp你的單據 我要知道是誰他才行 我可以幫你 不過這樣 因為要隨便一個人說 我是很難相信的 你要用單據WhatsApp 我就一定會幫你 不過這樣WhatsApp 好 我們繼續 只要我們晚晚這件事 大家自己去觀察 好了 好了 好